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8月1号呢 中共喉舌新华网刊登署名为 王小时的文章 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 那么除了再次引起大陆关于民主宪政的激烈辩论之外 文章中的诸多谎言也被网友揭开 新华网在这篇文章中 是激烈的抨击中国大陆自由知识分子为息奴 指责他们唱衰中国和推崇民主宪政 文章还隶属了苏联解体后的种种负面后果 那么文章发出之后呢 立刻招来中国大陆网友的抨击 他们指称王小时设立了一个伪命题 大陆的微博上也是不断的有网友揭露文中的谎言 有的就指出文章所引用的数据大多是多年以前的 还有网友呢将文章所引述的普京等人的话语和原文对照 发现王小时断章取义 篡改原意 一位叫真不是法官的网友就文章中 俄罗斯人平均寿命目前仅有58.6岁 与前苏联时代下降4.8岁等数据 公开举报网小时造谣 新华网传谣 那么中国大陆的法学学者同志伟表示 这篇文章主要是写给那些待业青年 还有失业人士看的 方法以蒙骗为主 而媒体人北方则透露 这是中共国新办统一安排的指定动作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提出公诉之后 那么博案的细节再度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8月1号报道说 博案将于8月中旬在山东济南开庭 薄熙来的多位亲属将可以旁听 而薄熙来目前则仍被积压在北京的秦城监狱 报道还透露这次起诉薄熙来涉嫌的受贿所得中 新增了一栋位于法国海滨城市尼斯的别墅 但是不清楚这栋别墅是否登记在 古开来或者是薄瓜瓜的名下 也不清楚是否与去年曾经到北京配合中纪委调查 并被传与薄古开来有染的法国建筑师 帕特里克·德维莱尔有关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 去年薄熙来被双规之后 由中共最高检察院反参局指导 北京市高检承办并抽调了数省数个部门调查人员 所组成的薄熙来案专案组 曾经两次被暂时解散 解散的原因不明 薄熙来案是中共最近几十年来最大的政治丑闻 案件爆发之后薄熙来的罪行也是不断的被揭露 除了中共日前在公诉书中提到的贪污受贿 滥用职权三项罪之外 还有中共不敢提及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 并贩卖尸体等罪行 八九民运前学生领袖王丹 还有李美学者王君涛 以及胡乌平 陈奎德等人士 8月1号发起名为天下围城 纪念六四催生宪政民主新中国的海外行动倡议书 他们呼吁海外的华人 还有国际人士 还有人权团体 在2014年的6月4号 到中共驻外机构 包括驻外使馆门前进行天下围城行动 好观众朋友 下面一起来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好观众朋友